反映在目前的选战 难道这个房子即将停到 就代表他的选战即将出现漏选的危机 秘利是这段书文解字 被清理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璇 拿来拉抬身世 说下一届总统根本就是在说宋楚瑜 聊得说的这本预言书究竟多有证据力 其实这是出自唐朝的推背图 推背图是唐朝征冠年间用来普挂的预言书 总共有60张图 利用阴阳挂像以及图文解释 自古以来能被认为用来预估当朝大事的功能 北边所代表的蓝色执政 然后南边南部所代表的绿色青城 那就代表改朝换代 2008年的斧头图文就被解释蓝绿两块版图 北地的北解释为北台湾的蓝军 北地就等于蓝军胜算多会出现帝王 最后果然马英九真的推翻扁政府再次震荡轮替 四年后的今天推背图又再度被搬上台面 但是历经千年版本和顺序出现很多派别 也有命理师认为 新卯年的图应该是42项的美人自希来 美人象征女性 因此蔡英文也被预言可能会是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新卯年无论是美女图还是28项的草头活角图 真的是见仁见智 三连新闻古高树派全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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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